字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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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一见到店铺已经很有画面 知道自己要怎样做 门面要怎样去做 可以轻轻说一说 门面怎样会凹凹进来 英式的风格 通常有一个舒服的地方可以坐在外面 现在人们很喜欢拍照 打卡 三来 如果有一天放市集的话 我可以给年轻人免费 放在外面 凹凹进来 那些业主不会画 一定不会画 其实我就搞这个活化计划 而且我住在这里 我一直都认识这一区 对这一区的居民都挺好的 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场 不想浪费这个地方 想和现在这个经济环境 想让年轻人多一点 可以进来一起去搞 库里来这个商场 譬如我旁边的 他是做首饰的 一向都是D2 做首饰的 有一个是量油雜货 是一些本地和东南华 他们的装修都以香港怀旧的气息 另外一个是水彩画的画家 他会在这里做一些 譬如宝、筆、文具 全部都是他买的 旋转楼梯 他一定是没得输的 他那个楼梯的设计 肯定是70年代 很规划和历史 百里 那些风格一模一样 我常常都久不久 拍照 我叫朋友 不如站在那里 我在上面拍吧 很80年代的感觉 和店铺的门牌 我常常叫一些 譬如现在 进来的那六个人 如果你真的不要那个门牌 你留给我 我做一张椅子 其实挺漂亮的 我自己就是一个不喜欢做东西的人 反差其实也挺大的 但是 我会接受他们喜欢的东西 都不会很赞成 因为是帮到人的 他的性格也是很喜欢帮人 他一到街 可能去了几个钟 我都不知道去哪里 就是跟街坊聊天 其实我觉得他的性格 是好像 难听难听的梁家辉 未来有很多计划 我已经构思了 譬如做一些地图 可能有些和咖啡店 有些食肆 或者有些商户 大家可能联成 做一些事情 很多事情 我已经有想过 而且开始构思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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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